今天特别高兴啊 就是说我来主持啊 Solana的Hexan的两个特别好的项目的直播啊 分别是MonoSwap,MonoX,然后还有Solan,两个项目 然后今天为了这个直播,特意穿了这个FTX的T恤 然后很高兴,我是DoraHex的Steve 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先介绍一下这个直播的背景 这个直播是Solana和DoraHex一起去host的 Solana Season Hackathon,就是Solana这个夏季黑客马拉松 中国赛区的直播,那今天就是说为我们带来直播的两个项目 MonoX和Solan都是参赛的这个团队 也是目前在行业里面比较有知名度的两个项目 非常高兴邀请两个团队来参加 Solana的这个Season Hackathon,Solana这个夏季黑客马拉松在全球在同时进行 昨天应该是这个提交截止 今天就是说美国时间的下午应该是提交截止的这个时间 我们很高兴看到在中国赛区就大概80个项目 成功在HackerLink商链提交了 这些项目都会参与到全球的这个competition,全球的竞争里面 并且他们会瓜分全球的奖金池 Solana夏季Hackathon在中国赛区有两个奖金池 分别是在HackerLink上大家能够看到的二次方投票的奖金池和评委 也就是Solana生态,Solana基金会,Solana的投资基金,投资机构 还有Solana生态的这些加速器各个部分的负责人 他们去判定哪一个团队在生态中会扮演比较重要的作用 他们会分配那一个奖金池 所以Solana中国赛区一共有12万5千美金的这个奖金池 中国赛区的提交还没有结束 所以如果你正在Solana生态开发项目 非常欢迎你来这个在HackerLink上提交你的这个项目 然后如果你非常非常好 我们会邀请你来像今天MonoX和Solana一样 向全世界的开发者和投资人去直播 然后这个是大概这个比赛的背景 然后我们HackerLink平台目前也有一些这个新的feature 不仅有这个Solana的这个Hacks 我们还有就是说Flow还有Falcoin 还有非常多的其他生态的这些比赛 如果你是一个开发者 欢迎你来关注HackerLink上面的这些 帮助你的早期项目获得资金的这些机会 我们现在还在已经推出了 让开源项目自己去发NFT的这个功能 我不知道这个MonoX发了没有 如果没发的话 发一下发一下 通过持有和交易这些NFT 你可以获得早期这些项目方的很多的权益 你也可以募集资金 因为每一次NFT的交易的差价都会有一个部分 到你的这个项目本身里面 所以他也是帮你募集资金的一个过程 好话不多说 我把这个话筒交给MonoX的创始人 Rui简单介绍一下MonoX MonoX是一个跨生态的DeFi平台 MonoX可以为项目和重新型代币提供无许可 无需额外资金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Listing服务 为用户提供更多的早期投资机会 更多样的token和玩法 好那我就把这个说话的机会交给Rui Rui今天是从达拉斯加入我们 好多谢Steve 多谢Durhack搞的这个活动和这个机会 我准备先说几个 先先展示几个这个PPT 然后呢 那个因为我们是跨平台的嘛 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类似的服务 其实上我们也在Ether上也是有 然后我稍微展示一下在Ether上的这个 然后等最后的时候呢 然后我再讲一下在Solana上和在Ether上的 有哪些区别 来分享一下 这能看到吗 嗯可以可以 好先 就是我们说我们是这个 Bullstrap liquidity pool嘛 所以主要是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 然后我想先解释一下 第一个呢是这个叫无需许可的listing 无需许可的上币 就是permissionless listing 就是说你像uniswap 比如说你实际上是可以任何的这个token 包括你自己创建的token 实际上都是可以在uniswap上list的 然后他并不需要有任何人手批 不需要其他人来这个许可 所以这个呢就是uniswap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然后在当我们这个是在dex 这个去中心化交易所上 有一些会提供这样的服务 比如像uniswap还有sushi swap 但是在这个中心化的交易所上 基本上是没有这种服务的 然后这也是就是相当于去年 这个summer of DeFi 这个比较流行开的一个玩法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代币的质押 或者说这个collateral 就是说你比如说像在uniswap上 你要list一个token的话 那实际上呢你是需要两种 这个两种token一起来质押的 然后呢你实际上本质上就是说 你两个token要有这个相同的这个价值 比如说我要是list的一个10个either 然后我如果要是list1000个这个item的话 那实际上就是说我一个either价值100个item 然后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你用自己提供的流用性 来担保了你这个新list的这个token 所以是这么两个概念 然后我们说的是我们是无需额外资本 或者说无需质押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只需要list自己的这个item这个token就可以了 一会我会我会说的更细致一点 然后呢实际上是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一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 这个dex这个decentralized exchange 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这个呢是有一点像uniswap或者susiswap 实际上就是说你可以用任何一种token 我们有的买另外任何一种token 所以这样呢就是说你可以进行交易 然后交易的过程中会有价格的变化 这个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组成部分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管的叫vusd 就是一个stablecoin稳定币 这个特点呢其实是有很多project 他们本身就是做稳定币的 我们这个呢是 我们是为了实现这个单币质押的这个 无需许可的这种上币 我们不得不做这个稳定币 所以这相当于是一个我们设计上技术的一个需求 然后所以我们是一定要有这个稳定币 然后才可以实现这么一个这个服务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launch 就相当于说我们帮助一些新的产品 或者是一些新的这个金融衍生品的这个代币 来进行最开始的这个帮他们筹集资金 帮他们上币的这个服务 所以这三个呢是 就是互相辅助的一个效果 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 比较创新的一些金融的产品 比如说像fractional NFT 就是NFT碎片相当于是 这个概念我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比如说你 你买了一个1000万刀的一个NFT的艺术品 然后这个时候呢 那你一般这么贵的艺术品 你可能都是比较有钱的这个 well才会能买得起 所以很多这种时候呢 你会想要你怎么能让他增加他的流动性呢 就是你要让这个普通的这个投资人也可以能买 虽然买不起整个 但是他可以买一部分 比如说买100万分之一的这个 这个权益 那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把这一个NFT变超 比如说要100万个或者是1000万个 然后这样就出现这个说的NFT碎片 然后呢 但是如果你想要像很多这种金融产品 都是它是相当于有一个另外一种金融产品 或者比较流行的一个呃 已经有市值的这么另外的一个金融产品 来呃 相当于back 它的这个价值 比如说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NFT的碎片呢 就是说如果你把它都收集起来 你实际上是可以兑换成这个1000万刀的价值的这个NFT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你如果买了一个1000万刀的NFT 已经花了1000万刀 这个时候如果你再把它放到UNITWAP上进行交易的话 你就要放这些碎片 再加上呃1000万刀 所以这样很多时候呢 对用户来说不是特别经济 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呃 UNITWAP上这个呃 AETH和这个CETH都是RV和这个compound 的这个呃 interest bearing token 呃 就是可以产生利率的这个代币 你你要看他们这些token的话 其实这个呃流用性是很低的 就是你买一两个甚至或者两三个 你基本上就是呃 价格会涨得很高 所以在我们这上呢 如果用户类似的话 实际上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呃 然后这个呃 第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之前说的VUSD 实际上呢 呃 他是呃 相当于把这个呃 不同的这个呃 流动性池 联合在一起的 呃 就是说呃 像UNITWAP 你在这个 Ether USDC的池子里边是有Ether的 你在Ether Uni池子里边也是有Ether的 但是如果你进行swap的话 你只能同一时间只能用到一个池子里边的 Ether 实际上这个是流行是silo 是那个被分割开的 我们呢 实际上就是说呃 每一个token都是有他自己的一个池子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每回交易Ether的时候 你用的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上所有Ether 来进行计算这个呃 新的价格 所以这个交易上这个呃 滑点会低很多 然后呃 这个我们家的VUSC呢 实际上是因为就是呃 他更多的use case 是作为一个ledger 一个账簿来记录 看这个流行时 他是在呃 是在获得更多 是获得收益 还是在损失钱 也就是说 大家是买件的这个 币多一点 还是卖出的多一点 然后呢 这个交易呢 实际上就是 比如说如果你买呃 这个这个token的话 你实际上是买A 呃 然后如果你用B买A的话 你实际上是通过卖B 然后获得VUSD 然后再通过VUSD获得A 但实际上我们就没有中间这一层交易 所以也就是说呃 大多数时候都是只有一个这个呃 交易费的 也就是说呃 从B到A 呃 所有的时候都是只有一个交易费的 就是从B到A的话 你这个呃 你只是把B这个token呃 通过VUSD来进行估值 估算出呃 可以得到多少个 就是这个交易总的呃 价值 然后通过交易总的价值呢 再计算出能得到多少个A 然后新的token pool就是呃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呃 feature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呃 每一个呃 这个流行词里边呃 实际上用户只需要往里边放一种token 呃 放这个比如像either啊 或者像任何的token都可以 然后呃 你也是可以创建自己的新的这个流行词 然后呢 这个 呃 这样的话也是不需要任何的呃 另外一种token作为质押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launch 这一块 就是呃 跟在uniswap上相比 实际上我们是 实际上我们是 节省了百分之百的这个这个capital成本 也就是说你并不需要放任何的另外一种币 你直接就可以放你的币 你直接就可以放你的币 然后再设置价格 然后就可以开始呃 交易了 所以比较比较这个呃 我们常见的use case呢 那就是呃 比如说indy 呃 project 还有这个fair launch 就是呃 就是呃 没有这个呃 没有这个呃 不像ideos的那种 没有拍卖的那种 然后呢 就直接上锁交易 然后还有呢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nip fraction 呃 他这些就是他们实际上是 这些asset呢 就是已经有另外一种 比较流通性比较强的 或者是呃 比较呃 大家普遍接受的另外一种金融产品 来back to the value 所以你就没有必要再去back一次 呃 所以呢 呃 我们有这个呃 single token pool 的话呢 这是呃 以后的一些设想 就是相当于做这个呃 借贷呀 和这个derivatives 因为我们是实际上是可以呃 因为只有一个token嘛 所以更容易呃 利用里边的这个呃 流动性 然后这是我们跟其他一些产品进行的比较 就是呃 你一般来说是 如果你要是想呃 把capital efficiency做的很高的话 实际上你都是需要oracle的 但如果你需要oracle的话 那你就很难做这个permissionless listing 呃 就是在这个是在swap这一方面的 然后在这个啊swap和lending 这一方面 然后在稳定币这一方面呢 就是呃 因为我们实际上不需要把任何的fiat存到银行里 所以呢这个呃 我们这个capital efficiency是很高的 然后同时呢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资产可以back这个呃 呃vsd 所以他的这个稳定性呃 会是呃比dine还要好 然后呃 tool tier pool system 这个主要是为了解决 有一些时候就是呃 就是你要呃list token 然后你设置价格 你设置一个很高的价格 然后自己往这里边卖的话 然后像这种情况呃 就是一个attack嘛 一个攻击呃 呃 在这种情况下呢呃 实际上我们是不允许呃 呃在呃 像这种呃 通过无许可 来呃进行上币的这些pool呢 我们都管他叫这个创新区 这创新区的这些呃 这些流行词呢 他的呃vsd的那个balance呃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呃 这个balance一定要一定要大于零的呃 大于等于零 也就是说呃 他的 就是你刚你刚刚list这个团 token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时候是零嘛 vsd 所以你可以呃 用户可以买 但是项目方这个时候是不能卖的 因为如果你这是卖的话呢 这个vsd变成呃 变成负的 其实本质上就是说 我们为这个呃 这个token呃 发行了新的vsd 那这种情况下是 呃因为这个是对我们这个protocol是有风险的 所以我们现在不允许这样 呃 我们呃 也有了一些呃 嗯相当于不是这种费黑几百的 就是我们也有一个设置 就是说可以设定一些insurance 就是你可以变成负的 但是你不可以超过某一个限度 呃 就是啊就是去我们的网站就是monex的finance 然后呢你加入我们的这个呃 telegram group之后是可以呃看到我们这个测试的信息 可以参与测试 嗯 然后我们之后呢会呃就是q3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呃其他的一些这个呃呃这个呃 这个呃 blockchain和ecosystem里面浪试 包括solana 嗯 这个呃 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对会做这个借贷和金融衍生品 然后感觉已经说了很多了 我就demo一下吧 就是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呃 permissionless listing嘛 我就主要是demo这个 这是我刚才呃创建的一个token 嗯 最近coven有点慢 我们在搞这个测试 嗯 这是我们刚创建的token 然后呢 所以现在你本身是不能交易这个token的 你看如果我要是 呃 如果我要是 想买这个token的话 嗯 这个是现在是不能买的 就是他是没有价格的信息 因为我现在没有这个没有这个pool 所以呢 那我现在就是呃 相当于这个做permissionless listing 就是来创建一个pool 嗯 比如说是两块钱一个token 这样的话呢就是呃 你看这个界面和uniswap比较的话 uniswap就是你要放进两个token 其中一个是呃比较主流的这个币 然后用来相当于呃质押来来证明你的这个token 是呃是呃这个价值的 但是在我们这呢就不需要最近coven啊 最近出油还可以 嗯 嗯 嗯 像我刚才这个垃圾成功了这个token之后呢 我要是再来swap 我觉得可以买到这个呃 就可以买到这个token 最近这个token有一点慢 一会儿我过来再刷新 嗯 但是呢你又不能买到 就像我之前说的你的这个vusd balance 一定要是至少是零 所以如果突然想卖很多的 这个是不允许的 因为呢 嗯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是一个呃创新区的一个token 所以你只可以你可以卖 但是你只能卖就是呃刚好能呃 cover你的呃vusd balance的那些 啊这是刚才transaction 所以现在我买了这么多这个呃live token 然后当然我们呃上线的时候也会提供这个liquidity mining 啊这些 然后呃我们还会提供比如说这个呃 有一些呃explorer或者是discovery服务 就是说你可以去看一些report呀 看看那个哪些token增长最快哪些新的token 我们都会提供这些 所以我们是希望帮这个呃这个retail呃普通的投资者来呃提供一个机会 就是你们可以参与到一个是早期的呃投资机会 就是在我们这边lunch很多呃token和project 他们都是呃还处于早期 还没有有可能甚至就是fair launch没有经过vc论的 所以你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参与这些 再有一个呢是像刚才说的像a1c1 或者类似的这些金融衍生品呃 就是对于这些来说实际上是呃 他们就只能在我们这个呃平台上lunch才呃 嗯才比较经济合理 因为如果在uniswap呢 实际上他们是呃两倍的这个呃自产的质压 然后呃 Steve是不是要留点时间给提问题啊 对的对的呃我们看一下b站的问题 然后有一个问题就说呃就有一个人看到说 在radium上面的step usdc的apy是400多 然后mono的池子给的是500多 就是这个是为什么呃 然后还有我们是怎么投的对啊 呃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测试的 然后测试因为我们是放很多mono 但是呃如果这个呃 covan上面either是非常难汇得的 你每天只能汇得两个 所以这个呃 either是很少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apr很高 呃我们并没有放usdc的这个呃token 在这个covan上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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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呃 现在就是说总结一下有哪些可以获得mono x的方式 获得mono的方式 呃这个我们还没有正式的开始卖 但是我们呃会有一些呃呃 呃之后的宣传会提到呃 但是呢有一点可以注意啊 就是如果你参与我们这个测试的 这个呃公开的这个public beta测试的话 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个奖金池是可以分给大家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呃 就是呃你举呃举报 举报那个呃这个举报这个bug 最多的这个用户还最好的质量最高的呃 千二十个用户 实际上在我们做这个白名单的时候是有这个预先提的 ok ok 呃好 然后我们我觉得我后面后面可以加一个 就是说在hack song里面给mono投票的呃 可以这个在别人白名单上也靠前一些 这个我们可以设计一下后面 嗯对肯定肯定 对呃好 对呃 对呃 呃我插播一下呃 我们后面还会呃 持续的在mono发展的这个过程中邀请 呃如意和呃 mono的团队来DoraHacks直播 呃 在这里能看到我们这边最好的hacker项目的最先的动态 和他们的技术分享 呃他们的产品分享产品动态的分享 所以如果你现在b站看的话别忘了点一点关注啊 就是呃 DoraHacks的这个bilibili的关注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有直播啊 所以可以关注一下 呃 然后我们今天应该会往 就是说我们会和Solana官方一起往hackerlink上面的呃 这个DoraHacks的这个 啊不是DoraHacks Solana这个Hacks上二次方投票的这个比赛注入 官方奖金池 所以如果你登陆hackerlink.io 呃 你可以看到Solana的这个比赛 呃 你可以看到他们匹配了多少的这个官方的奖金 啊 然后 呃 欢迎你给mono投票 呃 就是说在这个比赛里面给mono投票 呃 给很多这些hacker投票 呃 都是 呃 去支持这些早期项目 呃 并且呃 potentially跟成为这些早期项目的支持者 成为这个项目最早的呃 他们最新动态的了解的人 嗯 就是这个我们不能保证说一定有什么好处 不过呃 总体而言 我们早起的鸟有充斥 所以 呃 我们也会鼓励呃 所有参赛项目去给我们这些早期支持者一些互动 好 然后呃 如你你对这个所有的今天的观众有什么想分享吗 你们接下来的这个动态 呃 欢迎你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好 我们是呃 实际上是像我之前说的我们是跨平台的嘛 我们是在呃 很多的这个呃 呃生态上都有 呃 我们现在是刚刚开始做 呃 这个public beta 然后呃 之后呢 我们会呃呃 呃 宣布一些呃 想用IDO IEO之类的事 然后呢 这个呃 等我们正式lunch的时候呢 我们是会现在 呃 感觉这个是slana的这个hack呢 不好提其他的生态 但是我们还是会在 呃 either和polygon上 我们都会lunch的 然后slana呢 呃 我们紧接着polygon之后 就会lunch 呃 slana 然后呢 在这个slana上我们呃 实际上还有一些呃 更多的这个计划 就是因为呃 slana是这个呃 大家都知道嘛 这个呃 performance是非常好的一个一个生态 然后呃 有一些在E2上做不了的东西 我们是可以呃 做到slana上 尤其是一些像于金融衍生品之类的东西 然后还请大家期待 OK OK 没问题 好 呃 对 大家持续关注 请大家持续关注mono的这个发展 呃 关注他们在hack song里面的表现 呃 大家可以在hacker 马拉松的这个页面看到具体的细节 啊 啊 然后 对 呃今天就感谢Rui今天加入我们这边 呃 Rui这边美国时间比较晚了 啊你可以早点休息 啊 对我们之后再邀请你 啊 在mono这个接下来更成熟的这个阶段 跟大家去分享你们的产品动态 好的好的 多谢steve 多谢 也祝你们在hack 马拉松里面 获得好成绩 然后也祝你们后面项目发展越来越好 多谢 当然